過到五年我還沒有去 當然每個人擔心 每個人擔心他的水不好 都不好 很不好 很擔心 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說什麼 在台灣的伊朗人只能苦笑 以色列伊朗衝突升溫 獨家掌握當地情形 台灣旅行社為了開發新行程 實力彩線剛好碰盛 緊張情勢 昨天我剛才被信任過來 對於這些情勢而言 基本上來講 在伊朗的庫姆城鬧區 碰上週五休假日 當地相當熱鬧 除了當地居民 還有觀光客 似乎都不受影響 步調依舊 中東團約占整體旅遊3% 土耳其每年2到3萬人次 杜拜有1萬人次 兩者占大宗 近期沙烏地阿拉伯 跟摩洛哥也很行 通常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UAE 阿球聯合大宗國 大概從9月底一直開始到3月底 這是他的旺季 其實中東國家算是小眾市場 旅行社業者也提醒去過伊朗 大家印象中的恐攻國家 要再去其他國家 可能就比較難過關 而目前伊朗列在紅色旅遊警戒 但業者解釋 其實當地部分地區相對安全 其實說實在 以後伊朗的旅遊 其實就已經很少了 幾乎是零 主要原因是因為說 航班還沒有恢復那麼多 所以說 然後後來又因為 以色列的戰爭 上次5月13號 友團阿富汗20天的行程 聽起來更可怕 但還是有旅客想去 目前伊朗最大機場 緊急停飛 黃昂宣布 歐洲航班調整替代航路 暫時避免飛越伊朗跟伊拉克空域 長榮一樣避開伊朗上空 雖然影響有限 但旅客出發前 還是得特別小心